几万元买的种狗为何小狗连几百块钱都很难卖出 这是很多新手玩家会碰到的问题 实际上这不是狗的问题 而是市场的原因 这个原理也同样适用其他的行业 任何一个品种狗最开始的时候价格都是非常高的 从早期的帐傲到后期的法斗 恶霸犬都是如此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价格就会慢慢回落 因为咱们中国什么最多那就是人最多 各行各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 养殖业也同样是如此 这个品种狗在它价格高峰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接盘 只要这个狗价格越贵的话 买的人反而越多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养狗 而是想靠养狗去报复 所以当一个品种狗价格高达几万元 甚至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时候 大批量的玩家就会跟风去养殖 狗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 仅仅一两年时间 这个品种数量就会快速度的爆发式增长 而后最早开始炒作这个权种的人 赚的盆满钵满离场了 市场迅速攻大于求 丛屋狗的价格就会成断崖式的下降